红红是一家装饰设计公司的实习生 自从她刚进入公司的那一天开始 她就成了女同事们眼中的焦点 因为红红每天都穿得很漂亮 而且几乎不重样 公司里的同事们就很好奇 这个红红不是实习生吗 工资都没有发 怎么还有钱买新衣服呢 然后有的同事就开始猜测了 说红红棒了一个大款 这天同事小爱主动搭讪了红红 因为小爱和红红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了同一家公司 见红红每天穿新衣服 小爱关心的询问红红 你最近怎么了 花钱大说大叫的 你知不知道隔壁公司有个女生跳楼了 据说就是欠了高利贷 无利偿还才做出傻事的 红红就笑着说 你不用紧张 其实我每天穿衣服都不花钱的 小爱很诧异 不花钱是什么意思 然后红红就小声告诉小爱 其实这些衣服都是我在网上买的 一般商家都有七天无理由退货 所以我买回来穿一次就可以退掉了 而且邮费都不用出 小爱听了非常震惊 你这样做不是很好吧 感觉就像是偷东西一样 红红见状急忙捂住了小爱的嘴 你小声点不要大声嚷嚷 我这和偷东西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就是试穿一两天就退回去了 而且衣服完好无损 我又没有弄脏 说完红红还把她经常光顾的那家店 分享给了小爱 让小爱也去试一试 而小爱非常无语 虽然知道红红上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 可是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这天晚上红红刚回到宿舍 小爱就指着红红身上的新衣服说 红红啊 你看看这个新闻 这个跳楼的女生穿的衣服 和你穿的一模一样 看到照片后 红红顿时吓出了一声冷汗 这也太巧了吧 居然和死人撞了衫 而且就连颜色都是一样的 于是红红急忙跑到卫生间 将衣服换了下来 并重新换了一件粉色的 因为红红还有一个习惯 她看上了衣服 一般都会买三件 一个颜色一件 换好衣服后 红红发现小爱她们不见了 奇怪了 就换个衣服的功夫 她们去哪呢 而且出去了也不说一声 就在这时 红红收到了一条短信 打开后 居然又是那条女生坠楼的新闻 诡议的是 女生的衣服也换了 换成了一件粉色的 紧接着 房间里传来一个忧怨的声音 我们为了美不顾一切 所以我们的结局 也会是一样的 听到这句话 红红彻底吓傻了 不一样不一样 我还有别的衣服 说着 红红又给自己换了一件 白色的连衣裙 下一秒 红红就听到身后 传来一阵 沙沙沙的声响 转身一瞧 只见一个穿着和红红 一模一样 白色连衣裙的女生 从床底爬了出来 并且 她嘴里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我们一样爱打扮 结局也会一样 红红颤抖地回了一句 喜欢打扮有错吗 爱美没错 但你和我不一样 自己没钱也要去打扮 而你比我更加可恶 你免费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这么喜欢穿免费的衣服 那我送你一件吧 说着 女生就从背后 拿出了一件红色的外套 女生将外套撑开后 红红又被吓了一跳 居然是兽衣 直到这一刻 红红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急忙喊着 好了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确认收获 就在红红付完款后 那个女生就消失了 红红成熟了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 从这天之后 公司里的同事们就发现 红红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因为她的打扮突然变朴素了 不再每天穿新衣服了 就在这时 小爱收到了一个卖家的短信 谢谢你帮我 你的好友红红已经确认收获了 为了表达现意 我们小店将免费送你一件哦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爱安排的 她看不惯红红 每天免费穿新衣服 于是就PS了 那个跳楼女生衣服的颜色 并打扮成女生的鬼魂 吓唬红红 让红红主动确认付了款 面对这样的结局 小爱非常开心 毕竟自己也免费得到了一件衣服呢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嫩 余你解忧 下次再见 随着塑料污染越来越严重 人类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就在这时 一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塑销系统 所谓塑销系统 就是将人的进行改造 改造之后 就可以完美地吸收塑料颗粒了 而且这种技术 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好处 可以让改造者的年龄 永远停留在改造的那一刻 也就是说可以永保青春 随着这项技术大力推广 第一批志愿者在实验室里 完成了塑料吸收的改造 他们的牙齿变成了食用塑料的牙齿 可以自动将塑料溶解成为塑料颗粒 有助于塑销肠胃的消化 而且国家也开始大力发展塑料美食 各种各样的塑料食物 满足了改造者的需求 画面一转几十年过去了 小美和好闺蜜 在一家塑料餐厅里吃汉本 看到闺蜜吃的津津有味 小美忍不住问了一句 这种塑料汉堡口感怎么样 和真正的汉堡是一样的吗 闺蜜就笑着说 好吃啊 比我之前吃的都要好吃 因为这套系统 不仅改造了我们的身体构造 还改变了我们的味觉 而且吃这种塑料食物还不长肉呢 对呢 你为什么还不去改造呢 话说 现在没有安装塑销系统的人都很少见呢 面对闺蜜的问题 小美只是尴尬的笑了笑 然后闺蜜继续宁魂拷问 你真的不考虑装一个吗 你的鱼尾纹好像比上次又重了 装了这个系统就不用担心变脑了 而且最近国家又推出了新的优惠 装了之后可以送消费券哦 听到闺蜜的这番话 小美其实还挺心动的 只是现在小美和姥姥生活在一起 而姥姥观念守旧 她没有改造塑销系统 所以也不想让小美改造 然后闺蜜就开始吐槽了 你脑捞不装也就算了 怎么还干涉你的生活呢 你看看我的父母都装了 他们现在看起来就是20多岁的容颜 见闺蜜一家人都安装了塑像系统 小美顿时有些羡慕了 画面一转小美回家了 脑捞已经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结果小美却发起了牢骚 怎么又吃这些东西 真是的 我都吃够了 脑捞无赖的说 别抱怨了 现在市场已经很难买到蔬菜了 猪肉牛肉什么的就更难买了 这些蔬菜 还是我在阳台上自己种的呢 你如果吃够了 让我明天再买点别的蔬菜种子吧 小美夹了一片青菜后 又艰难的放了下来 脑捞啊 要不我们也安装一套塑像系统吧 现在的塑料食物可好吃了 而且种类也很丰富 结果脑捞坚决反对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是我的外孙女 我是不会同意的 就像你的同学们全都安装了 我也不允许 你就是一个脑骨吧 我已经受够和你一起生活了 说完小美就气呼呼的冲出去了 小美跑出来后就后悔了 毕竟晚饭都没吃 肚子很饿呢 小美想随便买点吃的 结果发现街上都是塑料餐厅 根本买不到正常的食物 然后小美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脑捞不肯接受塑销系统呢 她每天买蔬菜种子也要花很多钱吧 对了 脑捞最近血压不稳定 不能让她担心 于是小美急忙跑回了家 刚进家门 脑捞就把小美喊住了 原来脑捞还没有水 她一直坐在沙发上等着小美回来 见小美情绪稍微缓和后 脑捞就说出了 为什么不安装塑销系统的顾虑 塑料曾经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大便利 同时也给地球制造了巨大的污染 直到塑销系统的出现 才解决了地球污染的危机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人们真的能消化塑料 并且在随后排出的粪便中 检测不到任何塑料颗粒 那这些塑料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呢 塑料颗粒是无法降解的 一个简单的消化系统 真的可以让它消失吗 面对姥姥的提问 小美弄住了 然后姥姥继续说 塑销系统可以让人永保青春 是不是意味着塑料颗粒 其实一直留在人们的身体里 最终让一个正常人 一点点变成塑料人呢 听完姥姥的这番言论 小美对塑销系统产生了一种恐惧 于是就打消了改造的念头 画面一转 十年过去了 姥姥去世了 因为姥姥没有改造塑销系统 所以她在社会上的朋友很少 葬礼上也没有几个人 而这一年全球80%的人都被改造了 普通人越来越少 小美是因为姥姥的执念 所以她一直坚持着 并且小美毕业后 选择了一个非常冷门的行业 殡仪馆负责人 因为小美想要探究 安装了塑销系统的人类 在生命终结后会怎么样 是的 塑销系统只能让人看起来永保青春 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抗 生老病死 现在丧葬业之所以冷门 是因为国家推出了一项规定 那就是正常人可以到殡仪馆进行火化 而改造了塑销系统的遗体 是不能私自火化的 必须送到塑料消化公司处理 这天一具遗体送了过来 工作人员检查一番后 发现这具遗体是经过改造的 不能在这里火化 于是小美就联系了家属 结果家属感到很抱歉 并让小美自行处理 小美很无语 现在的人类真的是越来越冷落了 自己的亲人死了都不管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只有自己将遗体送去塑料消化公司了 然而半路上有一辆车强行借到超车 小美见状急忙打了方向盘避让 由于方向盘打得很急 导致车厢后面的摆动非常大 小美担心遗体发生碰撞 就停下车来检查 结果遗体并没有受伤 不过看起来怪怪的 她的肤色和普通人不太一样 然后小美还好奇地摸了一下 摸完后小美居然惊出了一身冷汗 画面一转 小美来到了塑料消化公司 负责人看了看时间说 死亡时间没有超过48小时吧 还有你中途没有打开过棺材吧 小美摇摇头说没有 这种东西我们比较忌讳 说完两名工作人员就将棺材抬了进去 临走前小美忍不住问了一句 那个你们也是将遗体火化吗 负责人笑着说 当然我们也是火化 不过是用特制的仪器 离开塑料消化公司后 小美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塑料颗粒火化 那不是会污染环境吗 因为小美刚刚摸了一下那具遗体 发现遗体硬邦邦的 感觉就像是一个塑料人 小美越想越可疑 于是又折返回来 并偷偷潜入了塑料消化公司 看到一栋建筑物里还开着灯 小美就爬上了窗台 想看看里面在干什么 结果小美就看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画面 一句句变成塑料的尸体 躺在传送带上 被送进了一个炉子里 从炉子出来后 居然变成了一包又一包的塑料食物 原来之前好闺蜜吃的塑料汉堡包 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小美吓坏了 捂着嘴巴急忙逃离了塑料消化公司 随后的很多年 塑料消化系统依旧很流行 坚持不安装的人类也越来越少 没有人知道那些推广塑销系统公司背后的秘密 而小美也只是一个人在这个塑料世界安分守己的活着 也许塑销系统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些环境问题 但小美觉得如果从一开始选择另外一种方式 来改变环境 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不会变成这副样子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娱力借忧 下次再见 学校的田径比赛就剩一周的时间了 阿浩正在积极训练中 因为阿浩已经和父母说好了 只要这次比赛拿了第一名 父母就会给阿浩买一辆车 这时阿浩的女朋友小爱来了 她是过来为阿浩打气加油的 而旁边围观的同学们都很羡慕阿浩 因为阿浩不仅人长得帅 家里有钱 而且还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看到小爱携来了一只小狗 阿浩就很好奇 不停地抚摸着小狗的头 小爱就告诉给阿浩 这个小狗叫做小胖堆 是奶奶去世的时候留给自己的 所以她对自己非常重要 每次看到她就会想起奶奶 看到小爱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阿浩的心里不禁嘀咕起来 不就是一只狗吗 至于吗 和小爱在校园里逛了一会儿后 小爱突然说她要去一趟图书馆 所以就这小狗交给了阿浩 让阿浩牵着她在这附近溜一圈 阿浩嘴上是同意了 可是内心非常不情愿 因为溜狗什么的最无聊了 等了一会儿后 见小爱还没有下来 阿浩就点了一根香烟 这时过来一位女同学 她直接冲着阿浩喊道 喂亲爱的 你不是说今天陪我逛街的吗 原来这个阿浩是个大渣男 她同时交往了好几个女朋友 就在阿浩不知如何打发奏 这个女同学的时候 小胖嘟突然冲上来 咬了阿浩一口 看来这个小狗很聪明 他看出来阿浩背叛了自己的主人 所以就狠狠咬了他一口 阿浩见状 急忙将小胖嘟一脚踢开了 不过阿浩的小腿已经减红了 完了完了 已经咬破了 这样的话 明天该怎么比赛呢 画面一转 到了学校田径一多会的日子 看到阿浩的两条腿都缠上了绷带 小爱非常诧异 你的腿怎么了 阿浩说 这是一种新的腿部训练方式 可以提高我的成绩 然后小爱继续问 对了 我的小胖多呢 昨天你怎么一声不吭的走了 哦 昨天我临时有事 所以就先走了 你放心吧 你的狗狗我放在了出租屋了 待会比赛结束了 就带你去 没一会比赛开始了 随着信号枪砰的一声 同学们全都飞了出去 不过起步最快的是阿浩 他就像一只泥玄的剑 直接领先了别人一个身位 最终阿浩都惯了 同学们都很好奇 你今天怎么跑得这么快 都打破学校记录了 与此同时 小爱买到了阿浩的出租屋 在屋里找了一圈后 并没有找到小胖堆 然后小爱又跑到楼下找 最后在一根电线杆后面 发现了小胖堆 不过小胖堆的状态 看起来不太好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边阿浩突然趴在地上 并翘着一只腿 同学们都看傻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新个庆祝方式吗 阿浩说不知道啊 感觉腿不听使唤了 紧接着阿浩就赶到小腿 传来一阵酸痒 阿浩受不了了 这张绷带全都解开了 最后发现自己的腿 居然变成了一只狗腿子 原来昨天阿浩被咬后 就遇到了一位高人 高人说他有办法 将阿浩的腿快速康复 不过要牺牲掉这条狗 阿浩想都没想 直接同意了 于是高人念了一段咒语后 就用纱布将阿浩的两条腿 给缠了起来 看到自己的腿 变成了这副样子 阿浩也终于搞明白了 今天的比赛 为什么自己跑得如此之快了 原来自己的腿 和小胖堆的腿 给调换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鱼里解忧 下次再见 这天小美做错报表 又被领导批评了 挨了领导的骂后 小美又遭到了 同事们的能眼和嘲讽 因为小美一个人的失误 导致一个部门都无法下班 所以同事们非常怨恨小美 说小美蠢得像头猪 不知道她是怎么大学毕业的 此时的小美非常伤心 难道自己就这么糟糕吗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就在这时 娟子过来了 娟子和小美是同事 也是大学最好的闺蜜 在大学时代 娟子和小美都是那种有点笨笨的女孩 可是工作之后 娟子突然就变得自信起来 她不仅越来越漂亮 就连工作能力也是突飞猛进的 所以小美就很好奇 娟子是如何做到的 结果娟子想了想说 好像自己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非要说的话 应该就是用了一款自信面膜吧 自信面膜 小美顿时来了兴趣 这款面膜真的可以让人变美和增强工作能力吗 娟子就笑着说 这款面膜貌似是某位博士发明的 可以增加使用者的自信心 而你刚好缺乏自信 所以推荐给你 画面一转 小美在网上购买的自信面膜就到了 小美迫不及待的给自己附上了 不过这面膜和普通的面膜没有什么区别啊 它真的有用吗 有用呀 一个诡异的声音出现在小美耳畔 小美感到很奇怪 房间就自己一个人啊 怎么还有别人的声音 难道是幻听 算了 不管了 早点睡觉吧 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 隔天一早 小美有些睡过头了 于是小美打算跑着去地铁站 因为赶不上下一趟地铁 那就要迟到了 结果跑了两步后 小美就要放弃了 还是算了吧 再怎么跑也赶不上的 就在这时 昨天那个奇怪的声音又出现了 你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你上学可是400米的第一名啊 以你的速度肯定能赶上的 快冲呀 虽然小美还是没有搞明白 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但小美已经被这声音所鼓励了 于是她开始奋力奔跑 最后在地铁车厢关门的一瞬间 小美果断地冲了上来 太好了 终于赶上了 这样就不会迟到了 来到公司后 小美突然发现 昨天老板安排的报表还没有完成 完了完了 现在做肯定是来不及了 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出现了 慌什么 你可以的 你的工作能力其实很优秀的 只是你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不逼自己一把 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听完这番话 小美顿时充满了干劲 于是劈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 不到十分钟 小美就把平时要花两个小时的报表完成了 而且领导看完后非常满意 没有任何纰漏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小美感谢了娟子 说娟子推荐的那个自信面膜真的管用 帮自己解决了好多问题 所以小美打算一直用下去 结果娟子却提醒小美 这个面膜最多只能使用三次哦 不然的话会发生副作用的 小美非常吃惊 三次怎么够 如果没有这个面膜鼓励自己 今早连地铁都赶不上了 娟子却说 这个东西就是起个辅助很安慰的作用 最重要的还得靠自己的自信心 只要建立的自信 不用面膜你也可以的 画面一转到了第四天 小美的三次面膜已经用完了 所以小美打算戒掉这个东西了 因为现在领导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同事们也都不再嘲讽自己了 这要保持目前的自信心 一切都会变好的 结果来到公司后 领导就狠狠将小美臭骂了一顿 你怎么搞的 才夸了你两次 你就得意忘形了 这报表是怎么做的 从这件之后 小美不光工作不顺利 就连平时的生活也不顺心 比如泡面没有调料包 充满赶地铁 结果发现穿的是拖鞋 还有加班赶报表的时候 电脑突然伺机 就在小美快要绝望的时候 那个声音再次出现了 快点使用自信面膜哦 用了之后 你就能一帆风顺了 这一次小美听得非常清楚 这声音不是别人发出来的 而是自己的心声 是啊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面膜吗 再用一次又会怎么样呢 娟子说会有可怕的副作用 肯定是故意骗自己的 因为娟子嫉妒自己 怕自己变优秀了 就将他比下去了 一定是这样的 于是洪洪再次使用了自信面膜 画面一转 到了第二天早上 电视台插播了一条新闻 说是地铁早高峰的时候 有市民目击到一名女子 在赶地铁途中 因过度疲劳误判上车时间 最后失足跌入地铁轨道当中 当时距离下一辆 列车近站时间只有0.08秒 地铁站工作人员来不及反应 最终悲剧发生 然后警方鉴定该案件无刑事责任 可能就是年轻人职场压力大而造成的 看完这个新闻后 娟子心痛不已 明明想要鼓励小美变自信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接着娟子拿起来一张自信面膜 要不要用一张试试呢 毕竟自己还没有用过了 故事在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这个结局 小游解释一下 其实那个自信面膜根本没有用 硬说有用可能是心理作用 而娟子一开始也是出于好心 因为面膜的宣传语写着 浮上后就能变得更加自信 于是她就推荐给了小美 可是小美真的变优秀了 娟子就有点后悔了 甚至有点怀疑自信面膜是真的有效果 为了防止小美变得更加优秀 娟子就开始吓唬小美 自信面膜只能用三次 不然会有副作用 不过此时的小美已经离不开自信面膜了 不用的话总感觉自己不太行 其实这一切还是心理作用 最后小美用了第四张面膜后 想要继续赶地铁 从而酿成悲剧 所以说可以自信 但不能盲目自信哦 电影鱼呢 鱼里解忧 下次再见 公园的一角 小朋友阿强一个人在沙坑里堆城堡 就在这时 一个黑衣人突然冲了过来 将阿强给拐走了 没错 这个黑衣人是个人贩子 专门对那些没有大人照看的孩子下手 画面一转 阿强被关进了一个偏僻的废弃仓库里 这里全都是和阿强差不多的小朋友 而阿强的反应非常快 一下子就猜到了 这里就是人贩子的老巢 就在阿强思考着如何从这里逃出去的时候 一个小女孩主动搭上了阿强 小哥哥你好 我是小美 也是被坏人拐来的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阿强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我叫做阿强 我是一鸣 没得阿强把话说完 一个小朋友就冲过来 将阿强手中的一个黑色装置给抢走了 阿强非常着急 急忙让那个小朋友别乱动 然而下一秒 小美就站出来制服了这个小朋友 并将装置抢了回来 小美就很好奇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如此紧张 接着 阿强一本正经的介绍自己 其实我是一名侦探 这个东西是一个定位器 是我一个前辈送给我的 只要有它在 这群人贩子就能被一网打尽 看到阿强说得如此认真 小美忍不住笑了 没想到是一个中二少年啊 结果阿强握着拳头喊道 你不要再笑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现在我定位坐标 很快就有警察过来救我们了 说完 阿强就找了一个有缝隙的窗户 并按下了定位器 与此同时 阿强家里的电脑启动了 眼看就要连接上了 几个人贩子进来了 臭小子 你在干什么呢 快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阿强见状 准备将定位器 扔到窗户外去 通言时间 结果阿强没扔准 碰到木板又弹了回来 然后就被小美捡到了 于是阿强就让小美赶快扔出去 别让这些人贩子拿到了 然而又冲进来几个壮汉 直接将小美给抓了起来 人贩子非常气愤 就着阿强的衣服质问她 这个GPS定位器是谁给你的 阿强尴尬地解释 是我在公园里捡的 你小子别想糊弄我 你要是不说实话 我就将这个女孩解决掉 见小美被掐住了喉咙 阿强非常紧张 你快停手 我说 这个定位器是一位叔叔交给我的 他叫做大伟 是一名侦探 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目前大伟叔叔正在调查 人贩子集团 所以他就让我作为诱饵 如果被抓了 就用这个通知他 阿强说完后 人贩子就笑着向小美汇报 老大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快就着了 你看怎么处置他呢 怎么处置 肯定是派人去 将那个大伟给解决掉了 还有 你们以后拐孩子 一定要注意点 不要再带这么麻烦的孩子回来了 人贩子表示明白 并向小美深深居了一躬 阿强都看傻了 什么情况 小美不是被拐来的小孩子 而是人贩子集团的老大 见阿强一柠檬圈 小美就笑着解释 我当然不是小孩 我只是得了诸如症 长不大而已 说完 小美掏出了一把力气 准备送阿强去见寅王爷 可就在这时 人贩子打来电话 他说已经到了阿强的小区 可是那个地方是个难尾楼 根本没人住 然后 另一个人贩子 在网上搜了一下 叫做大伟的侦探 这个大伟非常有名 网上都是他的照片和新闻 奇怪的是 这个大伟和阿强长得非常像 就像是父子一样 听完下手的汇报 小美有些懵 与此同时 身后的阿强居然变大了 成了一个成年人 小美吓坏了 你是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长大的 阿强得意的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其实就是一名侦探 原来这个阿强 就是侦探大伟 大伟为了潜入到 人贩子的内部 他从一个博士那里 搞到了一种 可以让身体缩小的药水 只不过这药水 只有几个小时的药效 药效一过 身体就会自动复原的 而且大伟之前 就调查过小美的身份 她的全名叫做张美美 今年31岁 因为从小得了侏儒症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 一个小孩子的模样 而小美利用自己的这个特点 赚起了拐卖孩子的违法勾当 更可恶的是 大伟的妹妹 就是这个人贩子集团拐走的 见自己的底细 已经被大伟摸清了 小美非常气愤 挥舞着力气 朝大伟冲了过来 可是现在的大伟 恢复了成年人的体型 小美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大伟抢回定位器后 就准备将小美绑起来了 小美健壮 急忙装出一副可怜样 哥哥是我 我是你走丢的妹妹啊 这一瞬间 大伟似乎还真的看到了 妹妹的影子 就在大伟恍惚之间 小美捡起地上的力气 再次朝大伟扑了过来 情急之下 大伟果断按下了 手中的定位器 随着砰了一声 大伟和小美都被炸飞了 原来这个不单单是个定位器 还是一个小型炸弹 一个小时后 警察收到了大伟的信号后 急忙赶了过来 经过一番搜救 被拐的孩子们都安然无恙 但是警察在现场发现 一具成年男性尸体 正是侦探大伟 然后爆炸室内的排风管道里 警察还发现 有小孩子穿行的痕迹 画面一转 一脸过去了 一个慌慌张张的女人 抱着一个婴儿站在路边 奇怪的是 这个婴儿居然会说话 她朝着女人喊道 你这个蠢货 快把我丢在路边啊 不然怎么吸引年轻的女人上钩呢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最后的结局 小伙伴们看明白了吗 这个怀中的婴儿就是小美 当时爆炸的时候 大伟死了 而小美却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然后死里逃生的小美 就从博士那里 偷来了一瓶缩小药水 将自己又缩小到了婴儿的模样 因为这个年代 小孩子不好管了 反而女人比较容易受骗 于是小美将自己变小后 继续干着拐卖妇女的勾当 所以说保持善性的同时 也要设防 不要给坏人有可乘之机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可以分享出来哦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单身狗小扎 最近相亲了几次后 都不太满意 不是嫌对方太胖了 就是嫌别人太丑了 而且小扎这个人的人品 也不太行 每次相亲完回来 小扎还会将对方的照片 发到网上嘲讽一番 这天晚上 小扎突然感到了一阵空虚和寂寞 哎 算了 相亲不靠谱 还是用交友软件上面的摇一摇吧 这时 一个名为指令寻爱的APP 出现在小扎的视线中 完成指令 即可提高桃花运 最终 你将获得完美伴侣 并甜蜜终生 看完这个简介 小扎顿时兴奋起来 这个APP太棒了 简直就是为自己 量身定做的一样 于是小扎立刻下载 并注册了一个账号 没一会儿 系统就谈出了一个指令 让小扎明天六点半到公司 小扎很诧异 去公司那么早干什么 真是奇怪 第二天 小扎还是按照APP的指令 六点半来到了公司 这么早 公司都还没来人呢 小扎顿时感觉 那个APP就是一个恶作剧 就在这时 小扎不小心撞到了 公司的前台小米 小扎有些尴尬 你不在前台待着 在这里干什么 而且还站在凳子上面 小米指着大厅的吊灯说 这个灯好像坏了 我想找个人帮忙 可是太早了 没有人 所以打算自己试一试 哦 我来帮你吧 就这样 小扎帮小米分换的灯泡 这个小米呢 是公司里的大美女之一 平时小扎 基本上和她都说不上话的 而今天小扎 不仅和她说了话 而且和她有了肢体的接触 小扎心里美滋滋的 看来那个APP 还是有用的 这时 APP再次谈出一个指令 让小扎喝掉 黑衣女水杯里的水 刚好黑衣女 正在和另外一个同事 在聊天 小扎就偷偷走过来 将她水杯里的水 全都喝完了 结果喝完后 小扎就到肚子了 于是急忙冲到了卫生间 原来那杯水是减肥茶 喝完之后 必拉肚子 小扎又郁闷了 什么鬼APP 这不是把自己当猴爽吗 就在小扎痛苦排泄的时候 公司老板进来了 而且她正在和小米通话 原来老板背着自己的妻子 偷偷和小米好上了 得知这个情报后 小扎就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晚上下班 小扎主动搭讪小米 结果小米直接来了一句 明天见吧 见小米想走 小扎就坏笑着说 你和张总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而且我都怒音了 如果这个怒音传了出去 那高层会如何处理 你们两个呢 小米一瞬间就被小扎给拿捏了 为了堵住小扎的嘴 小米只能陪小扎去了宾馆 事后小扎觉得还是不过瘾 毕竟自己只想找个漂亮的老婆过日子 不想这样鬼混下去 这时爱普又弹出一个窗口 立刻去路边等待 第四个向你走来的异性 将是你的完美伴侣 你们俩就能相伴一生 小扎非常激动 这就是终极任务了吧 只要顺利完成了 自己就能拥有完美的伴侣了 可是现在是凌晨两点多 这街上还会有人吗 没一会儿就过来一个温怒的女人 这个女人穿着性感 颜值也不错 小扎准备上前帮她带路 结果突然杀出了一位陈咬金 将这位美女给带走了 不过小扎也不慌 毕竟第四个异性 才是自己的完美伴侣 很快又有两个妹子过去了 接下来出现的异性 就是目标人物了 小扎非常紧张 希望也是一位大美女 就在小扎等了有些不赖烦的时候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小扎面前 车门被推开后 一个被绑着手的妹子冲了下来 她一边朝小扎奔跑 一边喊道救命 请你救救我 我被绑架了 小扎整个人都懵了 什么情况 难道这个女人 就是自己的完美伴侣 但她被绑架了 要不要救呢 紧接着 一个蒙面壮汉就扑了上来 小子 你不想死的话 就别多管闲事 说着 壮汉就将妹子重新拖上了车 然而当壮汉 准备加快油门 离开这里的时候 马路另一边 冲过来一辆失控的小车 最后两辆相撞 面包车直接被顶飞了 没等小扎反应过来 App就弹出了一个新窗口 恭喜您找到完美伴侣 伴侣不可更换 软件将自动删除 紧接着 这个指令寻爱的App 自动黑屏并消失了 然后出现在屏幕里的 正是那个被绑架妹子的鬼魂 因为妹子已经死了 不过死了 也可以和小扎在一起 随着小扎的一声惨叫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小明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女友瑶瑶了 于是她忍不住 就给瑶瑶发了一条信息 问她在哪 为什么这几天都不联系自己 瑶瑶收到信息后 急忙回复小明 她回了一趟老家 让小明不要担心 小明觉得很奇怪 瑶瑶不是忙着考试吗 怎么还有时间回老家呢 肯定是遇到了一些事情 在小明再三询问下 瑶瑶最终输出了实情 原来瑶瑶的母亲患了重病 需要马上做手术 而手术费需要十万块 所以瑶瑶正在为着十万块而发愁呢 然后瑶瑶和小明交往没多久 瑶瑶就不好意思麻烦小明了 就在小明和瑶瑶讨论瑶瑶母亲病情的时候 旁边的一位小哥正在偷瞄小明的聊天 了解完情况后 小明就向瑶瑶承诺 你不要担心了 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 过了一会儿后 小明就联系了一位网名叫大富翁的人 大富翁说 没问题 十万块已经准备好了 让小明过来拿 地址就在光明路63号 然后大富翁问小明 你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小明回复红色外套 接着小明非常谨慎地问了一句 会不会有风险 大富翁则回答 不会很快的 你过来拿了钱就可以走了 就在这时 旁边的小哥就开始偷瞄小明的聊天记录了 看到小明要去拿十万块现金 小哥顿时就眼红了 这小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居然第一次见面 就可以拿十万块 没一会儿 公交车就进站了 小明看见附近就是光明路 他急忙跳了下来 光明路63号 应该就是里面的小巷子了 小明根据地图导航 很快就找了过来 然而当小明刚拐进这个小巷子的时候 一个人影从背后偷袭了小明 直接一棒子 将小明给抢晕了 没错 这个人正是公交车上的那个小哥 他临时起意 萌生的歹念 想取代小明过去拿那十万块 毕竟他都看到了小明的聊天记录 知道了小明和对方是第一次见面 而文艺的身份证明 就是小明的红色外套 而且这个地方小哥非常熟悉 就算拿不到那十万块 小哥也有办法脱身 于是小哥将小明的红外套 披在了身上 并走进了光明路63号 小哥刚到楼梯间就下来了两位壮汉 你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吗 小哥急忙回答 是的 是我 那给我上来吧 手术很快就完成了 小哥有些懵 还要做手术 什么手术 两个壮汉顿时就不来烦了 不做手术 怎么去走你的肾 原来是卖肾的交易 小哥感觉情况不妙 准备转身逃跑 然而下一秒 壮汉掏出一枚麻醉剂 就扎进了小哥的脖子里 每一会儿 小哥就晕了过去 半个小时后 手术完成了 两个壮汉将一叠钱 放在小哥面前 好了 十万块给你了 祝你好运 说完 壮汉就将小哥的肾给拿走了 此时小哥身上的麻药 还没有消散 所以他依旧感觉到昏昏沉沉的 又过了一会儿 小明进来了 你好 我是过来拿钱的 咦 真的有十万块啊 看到小哥头边放着十万块 小明问都没问 直接就拎走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不然最终伤害的 还是自己 电影余乐 余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男主阿毛 是一位躺平青年 他没有工作 平时就窝在家里打游戏 这天女朋友小爱 下班回来后 看到家里一片囊急 而阿毛依旧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 小爱非常气愤 不能再这样灌着阿毛了 于是小爱就将店员拔掉了 并且还指责了阿毛几句 说阿毛一天天只知道玩游戏 再这样下去 就成了废物了 而阿毛却满不在乎 我这是怀才不遇好不好 等哪天我找到一份好工作 我就会让你想服的 说完 阿毛就去给小爱做晚餐去了 要是阿毛连饭都不会做 那阿毛真的就是一无是处了 结果饭做到了一半 阿毛又躲进厕所 打起了游戏 小爱很无语 你什么意思啊 土豆都没有刮干净 就放锅里煮 给谁吃啊 见阿毛还是一副 吊耳囊当的样子 小爱忍无可忍的 一个大男人 吃喝全靠一个女人 你好意思嘛 见小爱开始人生攻击了 阿毛也回了一句 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吃好喝好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小爱 结果小爱就把阿毛赶出了家门 没错 阿毛现在住的还是小爱的房子 来到街上后 阿毛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 是啊 晚餐都没吃就跑了出来 还是找个餐馆填饱肚子吧 然后阿毛就走进了一家面馆 结果阿毛看了看菜单后 就吐槽 一个鸡腿面26也太贵了吧 而老板娘一看阿毛 就是那种好吃难做的人 于是不留情面的怼了一句 嫌贵可以不吃啊 这一刻阿毛才发现自己真是窝囊 面都吃不起 烟也抽完了 真的是离开想爱就活不下去了吗 就在这时过来了一个牛腊汉 他递给阿毛一根烟 并笑着说 小伙子来跟滑子 阿毛接过烟后都惊呆了 什么滑子 现在连乞丐都抽这么好的烟吗 小伙子不用客气 我这里还有好几条呢 然后阿毛就问牛腊汉 你平时在哪个工地搬砖 一天能挣多少钱 工地 我才不在工地上干活呢 我是靠这个游戏机赚钱的 阿毛顿时就傻眼呢 游戏机居然可以赚钱 真的假的 画面一转 阿毛就来到了眼镜叔的工作室 这个房子看起来破破纳纳的 那个牛腊汉没有骗自己吧 说明情况后 眼镜叔就拿出了一款游戏机 这不就是小时候玩的那种 掌上游戏机吗 白送我都不要 都是一些弱智游戏 眼镜叔就说 这可不是普通的游戏机 而是一部可以发财支付的游戏机 游戏很简单 屏幕中有一只会跑动的攻击 期间点中攻击一次 它就会下一颗蛋 点中次数越多 下个蛋就越多 而这些鸡蛋可以兑换你所需要的物品 具体兑换比例 按照游戏提示为准 什么 点个破机就能赚钱 阿毛还是一脸不相信 是的 绝对不骗你 屏幕中间有个拍照键 只要拍下你想要的物品 游戏就会自动开始 收集到指定数量的鸡蛋 就会得到你所拍下的物品 说完 眼镜叔就将游戏机拿给了阿毛 让阿毛回去试用几天 觉得满意 再付款也不迟 点开游戏机后 屏幕显示了一段 很长很长的条款 而阿毛是最讨厌 看车鞋条款什么的 他直接点进了确认 这时阿毛看到旁边的广告牌上 有一双最新款的潮鞋 于是阿毛对着鞋子 并按下了拍照键 接着屏幕就显示 一分钟70枚鸡蛋 也就是说 阿毛只要在一分钟之内 让公鸡下70枚鸡蛋 那阿毛就可以得到这双鞋子了 游戏开始后 阿毛就开始点击 屏幕中的这只公鸡了 虽然公鸡有时会躲 但阿毛的手速很快 疯狂敲打着屏幕 旁边的路人都看傻了 这人在干什么 在想红包雨吗 经过不到一分钟 70枚鸡蛋就达成了 而那只公鸡的眼球 充满了血丝 似乎是被阿毛玩累了 然后阿毛左瞧瞧又看看 咦 鞋子呢 不是说完成目标 就能领奖的吗 这时手机弹出了一个消息 说是阿毛的快递 正在派见中 阿毛见状急忙跑回了家 见阿毛回来了 小矮忍不住调谈了几句 你还知道回来 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还有 你这鞋哪来的 你不是说都没钱吃饭了吗 怎么还有钱买鞋 阿毛急忙解释 这些不是我买的 而是这部游戏机赚来的 说着阿毛就要演示给小矮看 结果小矮说自己困了 要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 阿毛就出门逛街了 看到街上 有人在甩卖一套 三百万的别墅 阿毛就想试一试 如果自己有房了 就不用再受小矮的气呢 结果拍完照片后 游戏机提示 三分钟一亿没鸡蛋 阿毛顿时就招狂了 怎么可能办得到 这不是忽悠人吗 三分钟 五百枚的困难 有些盈盈没了 这时 一个漂亮的女人走了过去 阿毛忍不住 对着这个女人拍了照片 结果游戏机提示 未发现该商品 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如果连人都可以得到 那这游戏机不是无敌了 然后阿毛就发现 旁边的一家店铺 是卖包包的 对了 送小矮一款包包吧 这样他就不会生自己的气了 拍了照片后 游戏机显示 一分钟 一百五十枚鸡蛋 也就是差不多一秒钟 要点击三次攻击了 结果第一次 阿毛发挥失常 收获九十八枚鸡蛋 挑战失败 而阿毛不服气 自己可是游戏高手啊 怎么可能输呢 按道理 这个条件是可以完成的 于是阿毛又尝试了几次 最后太阳快下山了 阿毛终于挑战成功了 不过代价就是 阿毛的手指都磨破了 这时旁边两个路人正在聊天 说是某某某的脑工最近买了套花园洋房 居然就是靠玩游戏机玩来的 阿毛听代了 觉得不可思议 玩游戏机转来的 是玩我的这种游戏吗 如果是的话 那自己也可以啊 游戏机上集到这也就结束了 阿毛真的可以用这部游戏机走上人生巅峰吗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悠的视频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今天继续带来老洞惊悚漫画游戏机下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 躺平青年阿毛从眼镜树那里得到了一部神奇的游戏机 里面的游戏非常简单 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点击攻击让它升蛋 蛋的数量达到目标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件你想要的奖品 这天阿毛就成功通关 给女优小爱赢了一款限量款包包 而小爱觉得很奇怪 阿毛已经很久都没有上班了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居然还有钱给自己买名牌包包 于是小爱就质问阿毛 你老是告诉我 你到底藏了多少私房钱 结果阿毛表示无可奉告 就算跟你说了 你也不会相信的 这时家里的空调突然坏了 然后阿毛就想用游戏机赢一台新的 结果打开游戏机后 屏幕显示系统维护中 咦真是奇怪 这个破游戏居然还维护呢 隔天小爱突然告诉阿毛 这个周末她的父母就要过来看望他们了 所以小爱想带父母出去玩一玩 阿毛说好啊 我去找好哥们进一台车 咱们可以去江区露营 然后小爱有些疑虑了 毕竟这是父母第一次见阿毛 所以小爱很担心父母会嫌弃阿毛 因为阿毛现在没有工作 游手好闲 见小爱又在上叹气了 阿毛就向小爱承诺 你放心吧 我马上就可以发大财了 随后阿毛就来到了好哥们脑王家 说明难以后 谁知道脑王吞吞吐吐的 说车子突然有点状况 已经送去保养了 真是不好意思了 改天再约着一起喝酒啊 说完脑王就关门送客了 然后阿毛就听见 房间里传来脑王妻子的指责声 交的都是什么朋友 连个车都没有 天天进来进去 有意思吗 阿毛听了 顿时炸了毛 看不起谁啊 我今天必须搞一辆车 回到家后 阿毛就打开了游戏机 太好了 已经更新完了 然后阿毛发现 里面的公鸡似乎换了一只 不管了 还是找台车看看 需要多少鸡蛋吧 跑车肯定不行 鸡蛋肯定是超过六位数了 那就换一辆便宜的国产车吧 拍了照片后 游戏提示 三分钟 两千个鸡蛋 虽然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阿毛还是决定试一试 结果阿毛玩了一下午 一共挑战了73次 最多一次 也就1600枚鸡蛋 离2000枚还差远了 这是什么狗屁游戏 设计者肯定有病吧 画面一转 阿毛气冲冲的 来到了眼镜叔的工作室 这个游戏机是谁发明的 它就是一个失败的产品 结果眼镜叔却说 阿毛的水平太差了 而且这款游戏机 最近卖得非常好 很多人都在用 根本没有问题 你自己无法通关 那是你的问题 回家好好念念手速吧 听眼镜叔说 很多人在用 阿毛就联想起 上次两个妹子的对话 难道真的有人用这个游戏机 赢了一个别墅吗 于是阿毛就在网上搜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一个游戏机论坛 这个论坛里面有各种作弊器 比如可以自动点击的 金魔枪和机械手 不仅如此 这个论坛里还有个排名 点开后 阿毛被吓了一跳 第一名是一个 核糖月色的家伙 他的最高积分是1亿分 难道这个家伙 就是赢得别墅的那个人吗 画面一转 阿毛来到了本市的科技城 里面都是卖一些数码产品 和一些黑科技 有很多人在排队 就是为了购买作弊器 阿毛好不容易排到自己了 一问机械手的价格 阿毛就惊呆了 居然要25万 老板说25万已经很便宜了 你也不想想 用这个玩惊弹游戏 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回本了 可是阿毛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啊 好吧 只能回去求助小爱了 刚回到家 阿毛就听到 小爱正在电话里 和她的母亲争吵 小爱的母亲 嫌弃阿毛是个吃软饭的 让小爱趁早离开 而小爱说自己已经长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挂了电话后 小爱一脸疲惫的从房里走了出来 然后阿毛就拿出游戏机 向小爱借钱 说她需要买个配件 只要有了这个配件 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刚刚和母亲吵了一架 所以小爱现在没有心情再搭你阿毛了 但阿毛就是死缠难打 并且还要演示给小爱看 你看游戏界面就是一只公鸡 你就一直点这只鸡 没等阿毛说完 小爱一把抢过游戏机 并狠狠地摔在地上 天天抱着游戏机 你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吗 从今天开始 你就和游戏机去过吧 我们分手吧 说完 阿毛就被小爱赶了出去 由于刚刚时间超时 所以这把游戏就失败了 奇怪的是这一次屏幕多出了一排字 您的使用次数已用尽 下一秒 阿毛就被吸入了另一个空间了 等阿毛清醒过来后 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公鸡 没错 他变成了游戏机里的那只鸡 然后一个小孩正在玩游戏 开始疯狂地点击阿毛 而每一次点击 阿毛就像被电击一样浑身发麻 最后小孩通关后 阿毛就奄奄一息了 阿毛想要从这里逃出去 可是这里四面墙都是封死的 不可能逃得出去 这时旁边的小窗口显示 系统维护中 紧接着一只机械爪伸得进来 抓住了阿毛 并将阿毛送进了一个机笼中 此时阿毛才发现 这里不只有自己一只鸡 还有成千上万只鸡 难道他们也是和自己一样 游戏次数用完才被抓到这里来的 然后严禁书进来抓走了98号鸡 因为这只鸡消极代工 站在游戏机框里一动不动 导致玩家很容易就通关了 所以这只鸡要被送去餐厅当食物了 这一刻阿毛才搞明白 所谓的游戏维护原来就是这样啊 不过严禁书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鸡舍的功能总是不稳定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很快阿毛又被玩家激活了 随着玩家一次次开始游戏 阿毛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该想想办法如何逃出去了 可是现在阿毛除了会下蛋 什么都做不了 左想右想后 阿毛想出了一个计划 当下一次维护开始的时候 阿毛就拼命的撕咬机械手 当机械手松开了一瞬间 阿毛生了一个蛋卡住了铁门 可是从门缝钻出去后 外面还有一道铁门 怎么都打不开 然后阿毛就看到旁边 有一根很粗的管道 应该是通向外面的 于是阿毛拧开了阀门 并钻了进去 进来后阿毛就愣住了 因为管道里正好卡着一只鸡 什么情况 难道这只鸡想从这里逃出去 结果被卡死了吗 这样太蠢了吧 就在这时 外面的广播提示 系统启动中 下一秒 滋滋作响的电流 就开始在管道里涌动 原来这个管道 是连接每个游戏机 屏幕里那个小房间的 随着一道道电流 击打着身体 阿毛发出了一阵哀嚎声 然后他的鸡蛋就像雨点一样 喷涌而出 画面一转 来到小爱上班的地方 女同事拿出手机问小爱 周一毛是你的男朋友吗 哇塞 你可发达了 你男友是积分榜第一名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